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一萍 今天是2019年11月13號,今天的香港已經變成了戰場 從11號開始香港的一批勇武派的年輕人 就宣布實行三罷,罷課、罷工、罷市 現在罷課已經在很多大專院校全面展開了 那麼這些年輕人為了促進罷工和罷市 他們還在香港很多街頭設置了路障 那中共這次採取的鎮壓措施是空前的殘酷 從11號開始,香港警察就大規模的進攻香港的幾所大學 包括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在校園裡面抓了幾百個學生 發射了幾千枚催淚彈還布袋彈,造成了一百多個人受傷 那學生這邊他們的抵抗也是空前的激烈 他們在校園裡面設置了障礙,還用汽油彈,什麼磚頭石塊 進行還擊,所以很多地方煙霧迷漫火光衝天 香港已經變成了戰場 那過去反送中的幾個月當中,警察都沒有進大學去抓人 因為警察進大學抓人,這是很容易犯重怒的事情 是在政治上容易丟分的事情 即使是在89年的那場學潮當中 中共都沒有派警察進學校去抓人 那麼這一次他們為什麼要採取這麼激烈的這種手段 難道他們不怕進一步刺激香港人的反抗情緒? 難道他們不怕國際社會譴責?習近平是傻了嗎? 習近平這一次到底打什麼主意?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中共他們在面對民眾反抗的時候 尤其是在面對政治反對派反抗的時候 他們一般是不會讓步的,這是他們一貫的作風 在89年的時候,鄧小平就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一步都不能讓,因為讓一步今後就要步步讓 那讓到最後我們沒得可讓了就要垮台 所以一步都不能讓,不讓步,這就是中共的一個思維定勢 那麼不讓步他們就會採取鎮壓行動 所以有時候局外人一看就明白說這種鎮壓對中共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中共還是會去鎮壓,就是因為這種思維定勢在起作用 所以說不能從這一點就判斷習近平到底在政治上 他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因為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首領 他幾乎是沒有選擇,他只能夠採取鎮壓的行動 他能夠選擇的是採取什麼樣方式鎮壓,用多大強度去鎮壓 那策劃實施鎮壓行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裡面學問大,比如說要考慮國際壓力 要考慮國內的民眾的反應,要考慮黨內的意見是否能統一 還要考慮對經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最重要的有個事情,那就是要考慮反對派的民意支持度 你在鎮壓實施之後,反對派的民意支持度是會升高還是會降低 這就會決定反對派他到底能不能夠繼續堅持下去 那麼綜合這些因素最後你才能做出一個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決定 才能夠做出一個有利於自己政權的決定 所以說怎麼樣鎮壓這次香港民主運動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 他是一個政治考試,可以說是一系列的政治考試 過去五個月習近平在這個考試當中得分是不高的 犯了太多的錯誤,太多次的誤判形式,做出了太多的錯誤決定 所以讓反送中運動一直能夠持續到現在 他們只有一點是做對了,就是沒有直接派軍隊去進行鎮壓 而是他們向香港輸送了大量的大陸的公安武警 把他們化裝成香港警察,協助香港警察去進行鎮壓 讓香港的所謂的一國兩制在表面上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從這個角度說,在11月11號之前 習近平他的考試是勉強能夠積格的 但是11號之後,習近平的考試成績就急轉直下 這次就急不了格了,他完全失敗了 習近平當局是大幅度的提高鎮壓的強度 又是在街上實彈射擊,又是大批警察進攻校園 13號晚上大概10點鐘左右 又有一個年輕的黑衣人被人害死了 身上還有搏鬥的痕跡 這些消息,這些動作對中共絕對不利 對於習近平當局絕對不利,為什麼這麼說呢? 中共它採取這種鎮壓的策略,它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製造恐怖氣氛,讓香港人屈服 屈服了就停止反抗 但是他們現在所做的這一切 並沒有能夠成功的讓香港人恐懼 而是激起了更多的激起了香港人的憤怒 現在憤怒情緒已經成為香港抗爭的一個主要的動力 這種動力還在不斷的加強 中共之所以制定的和實施這種鎮壓的策略 因為他們有幾個致命的誤判 第一個誤判就是他們誤判了香港的民心民意 他們過去認為幾個月的這種不斷的增強壓力 增強這個鎮壓的力度 香港的反對派民意基礎在減弱 因為遊行的規模越來越小 好,在10月份之前動輒就是幾十萬上百萬 甚至兩百萬的遊行 現在遊行規模小了 他們認為香港市民已經疲勞了 因為鎮壓產生了效果 所以他們要繼續加強鎮壓 那在四中全會的公報裡面 他們就指示說香港的政策就是要完善所謂的 關於國家安全的制度和加強執法力度 這就是要加強暴力,暴力鎮壓 過去這幾天這就是這個政策的體現 這個判斷是大錯特錯 香港確實現在沒有統一規模的遊行 但是小規模的遊行到處都在發生,每天都在發生 香港運動過去是集中優勢兵力 現在是遍地開花打遊擊戰 所以民意的基礎並沒有減弱,而是在增強 而且這個訴求也在逐步升級 剛剛開始的時候只要求反送中 後來發展到五大訴求,後來發展到顏色革命 現在已經發展到要攬炒,就是要和中共同歸於盡 那習近平當局他們完全沒有理解香港的民心 他們不知道香港人過去是享受慣了自由 他怎麼會輕易接受你的奴役呢? 那面對中共這種高壓,香港人感覺到已經沒有退路了 所以只要他們有一點反抗的空間,他就會反抗到底 一定會反抗到底,習近平當局因為不理解這種自由人的心理 所以他們制定了完全錯誤的策略,政治考試零分 那第二個誤判就是習近平政權認為勇武派得到的支持 民眾支持會越來越少,只要他們繼續加強鎮壓的力度 勇武派的力量就會被消耗殆盡 但是大家去看一看,雖然中共在香港抓捕了幾千人 還有上百人死得不明不白,警察還在大街上公然開槍 但是都沒有能讓香港人恐懼,勇武派的民意支持度沒有下降 反而再上升,所以昨天勇武派年輕人在香港中環地區 他們設置了一些路障,撤退的時候 那些上班族那些白臉精英對他們夾道歡迎 通常來說這一部分人,這些白臉精英他們都是比較保守的 如果連他們都支持勇武派 那香港普通市民對於勇武派的這個支持程度那就更高了 所以12號晚上當警察大規模進攻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 市民就從四面八方開車去給學生送物資 因為車太多造成了交通大堵塞 因為有這種強大的民意支持勇武派的人不僅沒有減少還在增加 過去這兩天各大校園的抗擊警察的學生人數非常多都是勇武派 對於習近平當局來說,你這個仗越打敵人越來越多 仗怎麼能打下去呢? 他的第三個誤判是對於美國的誤判,尤其是對於川普的誤判 他們認為這個川普現在是急著要簽訂貿易協議 所以他不會得罪中共,不會過多的支持香港的反對派 尤其是在11號,香港警察實彈射擊了年輕人之後 美國發表了一個要雙方都停止暴力的這麼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就被中共認為是各打五十大板 認為是美國要在香港問題上保持中立 所以中共在12號13號繼續加大鎮壓力度 其實他們是大錯特錯,好了即使是香港 那川普他真的要急著達成協議 但是他也必須得順從美國主流民意 那主流民意現在已經是相當討厭中共 如果是中共進行大鎮壓造成了傷亡 那美國主流民意就會強烈要求制裁中共 即使是造成了美國經濟動盪也要制裁中共 因為民意它不僅僅是受到經濟利益的影響 在某些關鍵的時刻,價值觀,正義感 往往會起到足道作用 那現在美國政界正在討論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那只會對香港的反對派 有極大的鼓舞士氣的作用 對於中共有極大的阻礙他們鎮壓的作用 所以說提高鎮壓的強度,這是習近平政權在製造麻煩 是一招湊棋 那第四個嚴重的誤判是對於中國大陸的民意 和對黨內意見的誤判 現在在互聯網上面大陸的民眾要鎮壓香港的呼聲 那是一浪接著一浪 這就讓中共產生一種錯誤,認為這是真實的民意 實際上這不是的,這是假民意 這甚至是中共自己製造出來的民意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過去這幾年 中共對於互聯網的監控管制一直在加強 老百姓表達意見的難度是越來越大 絕大多數對於中共不利的這些意見很快就會被刪掉 很多人被警告,甚至有很多人被抓捕 那麼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好幾年 現在大多數對於現狀不滿的人,大多數民主自由派的人士 他們就不願意表達意見了,或者是不能夠繼續表達意見了 而中共又僱用了很多幾百萬的五毛 這些五毛每人每天都要發幾百條上千條貼紙 這樣就造成了網上輿論,是一邊倒的支持要鎮壓香港 實際上這是中共製造的假民意 這種假民意不單單是欺騙了全世界 現在連中共自己也被欺騙了 他們根據這種假民意來制定政策 這種搞法結果對中共一定會非常的不利 其實現在中國對現狀不滿的人是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只能當沉默的大多數 古人說過防民之口勝於防川 第三,魯迅也說過,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 這種現狀對中共是非常危險的 大家想想,中國人這麼多,大家怎麼會都死掉呢? 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沉默太久了,憋得太久了 最後就會在沉默中爆發 中共黨內的意見就更有意思了 反送中一開始的時候,除了習近平的親信圈子之外 中共黨內的派系幾乎都是恨不得要把這個事情鬧大 所以不斷地給他提供假情報,不斷地讓他犯錯誤 目的就是讓他出醜,讓他丟分 他在香港問題上犯的錯誤越多,黨內的威望就越小 那今後其他的派系對他群起而攻之就越容易 現在他要強力鎮壓,其他人都隨身附和 有兩個方面考慮,一個是不想跟他頂撞,讓他繼續犯錯 第二個就是為今後創造,把他拉下馬創造條件 所以現在黨內團結是假象 大家都在為今後的黨內鬥爭做準備 現在香港的反送中一直這麼堅持下去 一方面是影響中共的國際形象 另外一方面還會影響到中共的經濟 影響到中共的對外融資,對外出口 如果衝突進一步的加強了,加劇了 那麼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其他的西方國家再跟進 那麼香港就有可能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這種地位 那對中共的經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那就會造成中共經濟雪崩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的生活就會更加的困難 那個時候他們就會在沉默中爆發 所以只要內地中國大陸有多個城市一起上街 那就會和香港形成一種共振效應 就會迅速地演變成顏色革命 那個時候政權受終正群的時候也就到了 那現在香港勇武派已經提出了南朝這種策略 香港的年輕人要與中共同歸於盡 想用自己的犧牲來讓中共崩潰,這種想法值得尊敬 但是除了勇武派自己,其他任何人都不應當去鼓勵這種想法 這些行動,因為沒有資格 那麼其他的香港人有資格做什麼呢? 香港除了勇武派之外還有合理非派 就是用非暴力抗爭來反抗中共的那些人 這一派的人更多,因為參與非暴力抗爭的門檻比較低 所以政治上的影響力他們也會更大,行動的規模往往也會更大 而且這種抗爭更容易持久 所以在勇武派進行激烈抗爭的時候,合理非派 同時發動大規模的非暴力遊行示威 展示香港的民意會產生巨大作用 那一方面他會告訴中共,香港人不會屈服,不會恐懼 中共實行暴力鎮壓,目的就是要製造恐懼嘛 就是要打消香港人的抗爭意識嘛 這種時候香港大規模的進行遊行示威 就可以向中共傳達一個明確的信息 你們的這個恐懼策略不起作用 只會激發出更大規模的反抗 那麼用這種方法就可以促使中共調整鎮壓策略 降低鎮壓的力度 所以現在香港合理非派發起大規模公民抗命是時候了 一次大規模的抗命行動可以讓整個運動 這個士氣持續幾個星期 那麼一次一次的這麼堅持 只要再堅持個半年時間,一年時間 中國的這個大陸的形勢就有可能逆轉 那個時候大陸人民起來抗爭的可能性會更大 如果再堅持到2021年堅持到美國大選結束 川普繼續執政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他在第二任期間一定會無所顧據 一定會對中共加強打擊力度 大家想一想,本來中共就已經千瘡百孔了 他怎麼能經得起更大力度的打擊呢? 現在美國和中共之間的意識形態的心冷戰正在進行之中 世界範圍的民主和專制的政治戰爭正在進行之中 參戰的有美國、中共、有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有中共黨內的各種派系,還有香港 香港是這場戰爭的前沿正地 大家不要以為中共強大香港弱小 實際情況是在這場戰爭中,中共和香港都沒有辦法徹底的消滅對方 在香港這個地方,雙方進入了一場焦灼狀戰 一場持久戰,這麼堅持下去時間是站在香港一邊的 因為只要堅持下去,國際局勢對於中共會更加不利 最後中國國內的形勢對中共也會更加不利 最後香港就會找到新的機會 當中國國內的民眾起來,當國際壓力持續增加 最後中共黨內又出現了變數 那個時候就是香港能夠贏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支持香港 所以請香港人一定要堅持下去 大家都為香港祈禱,都為香港助威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個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繼續訂閱,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